台中人早午餐爱吃的是炒面 鲜香的口感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而今天在地人带路吃美食 带着大家想要来吃这面馅可是甜的 老板利用凡复工序做出的栗子金线冰淇淋 是全台湾少有 而台中这间咖啡店是下午才开卖这项美食的 另外还有一道必吃的特色甜点 那就是以三种肉桂打造出的肉桂卷 口感松软咬下一口香气层次扑皮而来 在复古美食风格的店里 吃着美味的甜点也让人感觉别有一番的氛围 今天的在地人带路吃美食 我们邀请到台中心远曾曹荣来带路咯 艺远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曾曹荣一言今天带大家来吃台中不一样的炒面 就是这一盘栗子金线冰淇淋 密密麻麻咖啡色馅条组成的这一道 跟蜜馅还真的是有过相 难怪很多人都误认为炒面 但去看看就知道 这口感完全颠覆想象 超浓郁 它是栗子 打成泥状而且经过煮熟 然后把它细分分筛 然后把它制作成为面条的形状 吃起来它有栗子非常重的口味 真的耶 每吃一口栗子的香气跟冰淇淋 还有煮肉跟焦糖核桃层层堆点的美味 就在嘴里面来回飘香 而其实这一道是在日本相当火红的甜点 因为做工不容易 台湾很少能够品尝得到 青年级的店长曾云山 就特别到日本学习 并且加以改良 内容的是有用双麒麟的为主 就是我们外面会有手工栗子泥 然后里面是双麒麟 然后还有焦糖胡桃 然后戚风蛋糕跟发式咸奶油跟乳酪这样 然后我们外带的话 我们就是会有盒装 盒装的部分就是有礼盒跟个人版 那外带的部分 就是双麒麟比较没办法外带 所以我们外带我们就是 就是组合上我们会用蛋糕为主体这样 如果在骑士咖啡吃过了栗子金线之后 觉得不过瘾 可以再来吃这个肉桂卷 全国非常有名的肉桂卷 听说这个肉桂卷有不同的名词在里面对不对 像这个 它叫做恶魔肉桂卷 这个是天食肉桂卷 这是国王肉桂卷 这是巧克力肉桂卷 让你在这个店里面就吃到四种不一样口味的肉桂卷 肉桂卷总共有四个口味 那其中我们卖最好的是恶魔肉桂卷 口味是焦糖胡桃 那我们使用的是大量的那个现烤的胡桃 还有我们自己煮的太肥焦糖酱 然后我们做一个调和让口味上吃起来比较有层次 那因为胡桃它口感上它吃起来是坚果的香气会更足够 它也有淡淡的奶香 所以再搭配起来会有别于一般的核桃 会有一个土味 夏天的午后来一份甜点 配上特制的双麒麟气泡 哇哦 不出国也能够放松享受呢 隐藏在南屯的甜点店 不论是经典肉桂卷系列 还是栗子金线都很值得来一尝 这里这样临家话台中采访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